評說心語 今天詹先生講什麼話題呢 今天我們題目很有趣 叫做飢肋 飢肋 第一個飢肋 就是一般人所瞭解的 第二個是ABCDF 飢肋的飢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所謂的飢肋一般人講 食之無味 氣之可惜 就是飢肋肋骨旁邊 有一塊軟骨 那個東西你丟掉 覺得好像有點捨不得 就還有營養 但吃起來實在沒味道 用來做這個比喻 比喻G20 G20或者現在美國主導的 A派峰會這些 差不多都屬於飢肋 你要退出 覺得稍微有點可惜 但你在裡面 又覺得好像食之無味 基本上都被他們控制了 用做這個比方 所以今天的G20 就是一個飢肋 那麼您之前提到的 現在的天下二分之勢 您認為未來的趨勢 要怎麼來看呢 我就看兩個指標 一個就是美系指標 就是G7 看這個指標 將來怎麼走下去 是走得越來越強呢 但是還是走得有點慢慢往下走 另外一個指標就是像金磚機制 或者上海駐日 上海駐紙機制 那我預期這兩個機制會越走越好 因為很多國家都期待要加入嘛 而且都志同道合的嘛 所以你要我現在研判 未來這兩個區是怎麼走 我認為G7裡面一定還有很多 很多分歧會慢慢走下坡 但是由新興發展的國家所主導 這兩個組織會越走越強 那麼最後的一個結果 就我過去曾經講過的 未來這個時代 一個叫做後美國時代 第二個叫做新中國世紀 這兩個趨勢同時迎面而來 視頻天下 關注天下 希望您喜歡 下周同學生日再會 明天下課會